据说只要使用两张塑料凳 以及还有两个饮水机的水桶 就能制作出一套全自动的养鸡神器 而有了这套养鸡神器 在饲养的过程中就可以完全地解放双手 在制作之前首先需要将塑料凳的表面切割出两个圆形缺口 该缺口的部位将会放置上饮水机的水桶 因此所切割出来的直径需于桶的大小相当 切割完成后再把切口的位置打磨光滑 接着使用卷尺对凳子的底部进行测量 测量出来的尺寸再标记到一块木板的上方 然后使用切割机沿着标记的位置进行裁切 这样就能得到一块大小合适的木板 通过该木板就可以将一个塑料槽固定在凳子的内部 而为了避免使用的过程造成脱落 木板的四周则会打上螺丝与凳子进行固定 两张凳子都进行同样的处理 搞定之后再找来两节水管以及两个平嘴 水管的头部需使用热风枪进行加热 通过这样的处理 就可以将它套到平嘴的上方 而水管的尾部则会与水桶进行连接 因此这里也将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加热 使水管的表面变软 然后套到水桶的上方 该作品制作出来的位一个自动的加禽喂食器 两个水桶则是作为该喂食器的食物储槽 所以将它们处理完成后 就可以给平嘴的上方装上一等一个漏洞 然后通过该漏洞往水桶里面灌入喂食的饲料 另一个水桶则是灌入自来水用来制作成喂水器 这样在装上瓶带之后 就能倒装到凳子的顶部 而水桶里面储藏的水量及饲料也会自动流出 平时如果底部食槽的饲料或水量减少 水桶内的储备就会自动补充上去 从而达到解放双手也能喂养的效果 不知你觉得该作品怎么样呢 可以将你的看法在评论区发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